我們現在是做旅遊行業的 沒有遊客到我們就沒有工開 沒有工開就沒有飯開 我們已經沒有開工了一個多月 在家裡吐 今天出來曬太陽 如果這個狀態再不結束的話 我們整個業界問誰拿飯吃 旅遊行業已經開了十多年了 未試過好像已經這麼艱難 放鎮時我起碼要有20多天公開 放幾天就有20多天公開 現在沒有工開就只有0 而上年的收入來講 起碼要有2萬元左右 2萬元左右現在只有0 示威活動經過了兩三個月 我們旅遊業首當其終 古月頭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全港只有14個內地訪港的旅行團 這個只不過是我們正常的旅行團數目的5% 即是我們沒有了我們的旅行團減少了95% 香港旅遊業界背後 其實有很多的酒店 我們有景點 我們有我們的巴士司機 我們旅行社背後有同事 也都有我們的旅遊購物點 我們的員工是多達25萬 我們25萬人後面 每一個人後面都有個家庭 我們很多旅行社都不能再捱下去 我們頂多是旅遊業 個別的旅行社或者巴士公司 只能夠再支撐到1到2個月 否則的話我們會面臨直接倒閉甚至裁員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萬勢 再一次向社會表達我們有很大的困難 希望社會能夠平靜下來 我們亦都希望政府能夠幫忙協調到銀行界 我們希望銀行是可以延後我們的公款 在延後公款期間我們是會被利息 我們可以保住我們的伙計飯碗 或是先保住同事的信心